大事不好的兄弟们 盖瑞游戏世界居然发起了第三次世界大战 金的柚子军正性冲冲地 想去游戏商店里买一些打折商品带回家囤着 可哪只正欲出门的我 居然发现盖瑞游戏世界居然开始了第三次的世界大战 而这一场战争的始作俑者 就是我们的死对头马桶人军团 而且让我更为惊讶的是 马桶人军团居然已经攻占到了 现在所待着的城市 好在投影人及时出现 控制住了正准备攻击我的刺刀马桶 看着随处可见的马桶人军团 让我有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危机感 现在需要我面对的第一个敌人 就是这已经出现了刺刀马桶 还好投影人的紫外射线光束比较强烈 瞬间就把这转的258万的刺刀马桶人给原意解决了 看来这还得是你啊 我了个乖乖 那个在疯狂追击电剧马桶人的是谁 这是把马桶人当老鼠板啊 居然让马桶人不要命的疯狂 我逼妈呀 居然是一个大号的投影太太 这也太强了吧 看来这座城市的危机暂时是得到了平息 只可惜这暂时的安稳 最终还是没能坚持多久 深夜 马桶人军团居然又开始被这座城市发动了偷袭 他们真的是为了能够统治盖瑞世界 变得是无所不用其极 多亏的是 首部这座城市的投影太太人比较给力 没用多长时间 就将深夜偷袭我们的马桶人全部给解决了 可就在我以为战斗已经停息时 打成想 马桶人阵营居然也派出了一个太太人 尽量鼓励一阵糟天 推的是投影太太人反应迅速 挡住了马桶太太人的原子能量跑 可咱们的投影太太人也不是吃素的 直接腾空一跃 给了马桶太太人致命一击